明星快报报 靠三十而已 钟晓晴一脚大火的毛晓彤 这次选择了港风美女造型 红唇卷发 身着一袭 白色亮片吊带长裙 高开插露出眉腿 远看着 十分妩媚动人 为了弥补 身材的不足 毛晓彤穿了恨天高 目测增高 有20厘米 还是挺拼的 毛晓彤的穿着 大胆之处 还在于 大面积露出了美肺 他拖着裙子 走上台领奖的姿态 可谓风情万种 在记者的高清镜头下 32岁的毛晓彤 状态还是不错的 但妆容 有明显的瑕疵 毛晓彤可能 为了让皮肤显白 身体上涂满了粉底 但涂得太不自然了 可以明显看到一层 白白且不均匀的粉 脖子上下两部分 明显存在色差 化妆师得扣鸡腿了 说到漏背 比毛晓彤 大三岁的王立坤 录得更加彻底 当晚王立坤穿了一件 淡蓝色亮片长裙 他苗条匀称的身材 完全hold住了礼服 气质出众 工作室晒得精修土里 王立坤的裙子 看起来更蓝一些 更显质感 王立坤大大方方 露出了美肺 全身无一丝坠肉 状态令人羡慕 在现场 王立坤的裙子 看起来质感就差一些了 颜色暗淡 王立坤在圈内 是出了名的气质美女 如今虽然35岁了 但状态无可挑剔 确实很美 虽然毛晓彤和王立坤 都勇敢露了背 但在红毯环节 还是输给了 44岁的李小冉 李小冉穿了一件 流光披肩白色拖地裙 别致的披肩 看起来十分高贵 美丽 让这件礼服 不失稳动 李小冉的身材实在太好了 这件礼服 让她的好身材 得以体现 成为整个红毯的绝对焦点 已经44岁的李小冉 状态还是很完美的 颜值丝毫不减当年 靠着好身材和好状态 李小冉还登上了热搜榜第一名 是当晚当之无愧的 红毯女王了 有不老女神之称的温毕霞 最近挺活跃的 频繁现身于各种红毯 当晚温毕霞身着一件 闪亮的棕色鹿肩长裙 看得出她的身材 还是很不错的 但说是不老女神 就比较勉强了 她的脸 还是有点肿的 而且法令文明显 年龄感 扑面而来 杀意老婆不可 虽然很多观众 都不知道她影视方面 有什么代表作 但她当晚拿下了 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女主角 和全国观众最喜爱十佳演员 两个大奖 成绩斐然 当晚虎可的穿着 比较素雅保守 身材看起来 还是非常好的 已经是 两个孩子妈妈的她 虽然45岁了 但状态 还很能打 不久前靠隐秘的角落 周春红一角 扩受关注的刘灵 穿的也比较素雅 白衬衫加黑裙子 看起来很有气质 刘灵才大虎可一岁 但状态 却差了许多 在美颜过的镜头里 她的眼袋 和法令纹 都很明显 女演员 田海荣的着装 看起来有点浮夸 南方天气并不冷 但她却是当晚 唯一一个穿雕毛皮肩的 她的黑色长裙上 还镶嵌荧光闪闪的假钻石 看起来很富贵 就是有点土气 45岁的田海荣 状态还是不错的 跟虎可不相上下 在人民的名义 重生 如果岁月可回头 等距离当过女主的 豪门媳妇赵紫棋 是当晚华顶奖的女主持 一袭白色长裙 看起来优雅大方 赵紫棋的礼服 也有别出新材的设计 腰部就像 割开一条缝 露出里面 荧光闪闪的衬底 赵紫棋 还是很好看的 不过大笑 或者微笑时 都能看到 明显的法令纹 毕竟也44岁了 一些老牌女演员 也出席了红毯 比如54岁的陶慧明 和57岁的吴玉芳 她们年轻时 都曾是国民度很高的女演员 当晚陶慧明 穿得比较端庄高贵 很有老艺术家的气质 年龄更大的吴玉芳 反而穿了黑色身立长裙 陶慧明的年龄感 还是挺明显的 有些举发浮 如今还能继续演配角 发光发热 也不错了 再对比一下 她年轻时的样子 不禁让人感慨岁月无情 吴玉芳获得了 最佳女配角奖 她年轻时 长得不是非常标志 属于大轻衣那种 30多年的岁月 在她脸上 留下了很多痕迹 令 这篇报告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